我是不是怎麼了 為什麼 為什麼爸媽媽要這麼難過 然後 我那時候就 講說 就說寶寶們 我們之前社群上面有分享過 就是我女兒有先天的聽損這件事情 一開始其實就是新生兒檢查的時候 疑似有這個狀況 但是那個疑似是很多人都會跟你說 疑似有這個狀況 因為寶寶剛出生的時候 可能因為可能羊水啊什麼 可能還在很多裡面 或是還沒有發育完成 我可以這樣講嗎 如果早產兒的話可能 有可能會是 然後所以那時候 醫生也說不用太擔心 其實很多很多新生兒 都有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也上網Google一下 確實真的很多人都有這個狀況 那其實後來就沒事 所以一開始我們也沒有 這個胎放在心上 直到後來 就是因為他會復檢 然後復檢之後 又沒有過 那這時候我們心裡就 就開始真的就擔心起來 但是他還會再做最後確診 又是一個步驟 因為要他每隔一段時間 才可以再做一次檢查 所以第三次是確診 那第三次確診之前的這段時間 我們其實心裡就一直很忐忑 但是就想說 先不要去想 等到真的確定再說 那我記得很清楚的是 那天我們去 要去做確診的那個診斷的時候 我們是去醫院做的 然後去醫院做完 確診 回家之後 然後我跟老婆就 一定會 了解 請問 爸爸 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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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都是心很軟的 了解 一定會 如果真的兒子怎麼樣 女兒怎麼樣 真的受不了 了解就是會 甚至會責怪自己 對不對 怎麼 不要怪自己 不是 不健康的 一切都會變好 我記得很清楚就是 我們那天下午就是 回到家之後 我們兩個人就是坐在沙拉上 然後 就是什麼都沒說 然後 抱在一起 然後 就是哭到 鼻涕都流下來 然後 但是後來 就是我們哭一陣子之後 轉頭看到 女兒 女兒就在我們旁邊 在娃娃車上 然後 轉頭看到她就是 那個眼神就是很無辜 想說 我是不是 我會覺得 我很像 她心裡的位置是 我是不是怎麼了 為什麼 為什麼爸爸媽媽 這麼難過 然後 我那時候就 講說 就說 寶寶我們 我們的心態 一定要比她 她要更堅強 我們的想法要比她更樂觀 不然 我們以後要這麼陪著她長大 因為我們的喜怒來了 我覺得她其實都感受得到 雖然她現在可能不會說話 但我覺得她都感受得到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我們就 見招太招 然後我們就陪著她一起長大 總會有辦法的 對啊 還不抱她一下 抱一下 呼呼啦 爸爸取暖 沒事 沒事的 沒事的 我自己都OK 以後可以玩在一起 對 其實我兒子也有 做一樣的檢查 是 因為剛開始 前一年一歲左右的時候 就有 就有去檢查處 因為有時候叫她 她都不太會回 就是她都 也不知道好像戴在腳踏的感覺 然後也 剛才我們也 就覺得說 她應該是 有可能聽不太清楚 就去檢查 然後檢查了 醫生就 先把罩 先挖一堆餓死出來 然後挖完之後 讓她帶一個 聽的那個 一個小房間 我記得 讓她去聽 然後她有反應 然後醫生就跟我們講說 她是正常的 只是她 左而進又而出 不想聽你的話 太早就這樣了嗎 不是聽不到 是假裝聽不到 好 加油